中部地区二旗水稻即将进入秋收盛产期 不过有部分栽种找熟稻农民却发现 数十年来二旗稻谷行情都应该比第一旗稻作还要高出一两成 不料今年度在全球浮现粮荒的压力下 二旗水稻不涨反而比上一旗还要便宜约两成 每百台金湿稻谷只卖到820元 加上先前台风危害有点欠收将造成农民血本无归 这要介绍七百多块 工资装工资本产就一千块 这要二十五 那是怎么说这要介绍这支客家 政府就公民没收了 没收到整个人家 人家就实在是说的 不然你放没路 刮起来也是要提供 那一分材那损失多少 一分材不是说损失多少 损失多少是刮四五百块就损失了 就没贪钱啦 六个冬更多 再来 再收得好这位冬 这位冬是比六个冬更多 冬民质疑粮商设嫌以市价米价低廉为由 蓄意联合压低新稻谷收购价 除要求公平会介入调查外 也要求农政单位提高计划与辅导两项工粮收购量 以免损及农民收益 今年二季的中国价格比一季的有得多一些 所以说给我们这些冬佑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价格不太理想 你们尽量来我们村口 围托村口公民村口来挟公民 我们政府从这个缩量和计划 都在这个我们公国的保证的范围里面 都有给你们收 你们如果有这个有去新保政党 就是有了 我们这个收购的部分 我们都会收 至于说 如果有的新保没中 老新保护 整形核心老政党 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陈欣立表示 将会派员了解实际情况 并把农民的心声向农委会与农粮署进行反应 透过工粮收购机制 来防止粮商蓄益压低新稻股收购行情 并严你抢救股价方面 希望能够让国内米粮价格维持稳定